但是大家肯定很好奇 怎么练就的这番功夫呢 因为我从七岁到少林寺练武术 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的师傅 他们去出国演出 代表我们少林寺的武术 出国那个文化交流 然后那时候水平还是比较优异 拿过全国的武术冠军 我们河南省的武术冠军 然后后来去了剧组之后 我的师傅还有剧组里面的一些武术指导 其实比较看好我 然后我一直在努力地培养 我们都知道武术替身 它是一碗很难吃的饭 对 你替国内哪一些著名的景星当过武器 这个其实不太好说 不不没关系 你听我说 我们都知道演员都是有替身的 不管他是多大的瓦 都是有替身的 百分之百真人演出的演员 一个都没有 这话我都敢说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 替身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职业 成龙大哥也用替身 你给谁做过替身 你跟我们说说 杨幂是吗 没有 给吴奇隆做过替身 吴奇隆 给赵文卓做过替身 还有女的有黄毅 还有黄晓明 像我们的赵文卓老师 他的武术工具特别好 但是剧组里面为了 为了保证整个剧组的进度 然后一些危险的动作 其实是由我们这些舞行来完成的